我死心塌地地爱了柳如烟十年 即使知道自己是替身 我也愿意当好她的丈夫 洗手做羹汤 只要她还愿意回家 便一切都好 但我的一往情深 终究挡不住那个男人的一招殷勤 聊天记录里 柳如烟轻飘飘那句 她不过是三分像你 却终究比不上你 更是把我这十年错付的真心 伤得鲜血淋漓 但当我终于要离开那天 柳如烟却封了班晚留 阿达 我错了 我把她删了 你留下好不好 我却轻笑 你要叫我阿达 正文开始 柳如烟回家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她一开灯就看见我坐在餐椅上 正看着她 并且脸上还有伤 柳如烟被吓了一跳 随口训斥到 都几点了还不睡 你有病吧 大半夜吓唬人好玩吗 她面不改色地脱下外套 随手挂在椅背上 但席卷而来的寒气 却让我的伤口止不住地疼 太熟悉的香味 一家特有的香薰 我干巴巴地开口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五年了 好歹一起吹个蜡烛 她这才正眼看我脸上的伤 与其缓和了几分 怎么弄成这样 又打球去了 但我知道 这并非出于关心 而是心虚 我把成堆的礼物推到她面前 自顾自地起身 把凉头的饭菜拿去厨房热 柳如烟却还装作 无视发生的抱怨着 为什么不买我喜欢的蛋糕 花的包装也好丑 没买以前那种吗 我挣住了 再也忍不住问她 你去哪了 下次别再去那儿好不好 我说话的声音很轻 轻到 是在用七音撕扯 这是我痛苦到极致的压抑 柳如烟出归我同父一母的弟弟 这些年来 我不是不清楚 可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就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她也不肯给我留一份体面 在我被伊藤城派去的打手 围困在地上拳打脚踢的时候 在我拖着一身伤痛 重新买礼物的时候 在我收拾好所有的痛苦 满心期待给她惊喜的时候 柳如烟 你在哪呢 在一家 和我最恨的那个人 耳并撕磨 儿女情长 那我算什么 回忆都来不及控制 就涌上心头 今天是我和柳如烟 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早早下班 拿上提前半个月 就定制好的蛋糕和鲜花 就是为了布置一桌浪漫的烛光晚餐 走在路上 我还忍不住想 她见到这些会开心吗 礼物买的 也不知称不称她的心意 没成想 却被一伙人拉进巷子里 狠狠地拳打脚踢揍了一顿 他们威胁我 一家的财产 你不要再妄想沾染分毫 就算你是一家的大儿子 二少爷会让你一家吃不了兜着走 听说你很爱你的老婆对不对 不想惹是生非 就不要到处乱说 说完这一通 这群人扬肠而去 我忍着遍体鳞伤的疼痛 低头去看地上的蛋糕和鲜花 已经碎摔得稀巴烂了 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 又搞砸了 如烟他只喜欢这个牌子的巧克力蛋糕 要提前预定的 然后我拍拍身上的尘土和血液 踢着碎成一摊的蛋糕和花束 很狼狈地重新去买 那时的我会料到是这样的结局吗 回忆来到现在 曾经满怀西纪的纪念日 带着一身伤痛 也想要奔赴的爱人 究竟是何时候 变得这般面目可憎 柳如烟先翻了一桌子菜 叮铃当当的碗碟碎裂声震的我耳膜都疼 他大发脾气 狠狠地腻着我 他说 你闹够了没有 不就是晚回家一会儿吗 你至于讲这么难听的话 结婚纪念日 你就这样恶心我 我看你是过够了 我呆呆地 沉默地看着他闹 他摔 好像我用心做的一桌菜 用爱对待的一段情 到最后总是徒劳无功 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而我留下打扫一地残局 头晕目瞬间 破碎的碗片 不小心划破了手掌 长长的一条孔子 说来也奇怪 半点都感觉不到疼 我把自己缩进沙发里全着 内心一片肖色凄凉 端起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照 看了又看 嘴角不自觉地浮起 我自己都未曾察觉地微笑 明明那时候说好 要一辈子地过了许久 柳如烟出来了 许是被偏爱的 从来有恃无恐 这一次 他才终于 后之后绝出我的火气 看到我衬衫 相册都阴透了血迹 他傻眼了 从来娇俏傲慢的神情 此刻却苍白 惶恐 阿达 你怎么了 别动 我 我给你包扎 挽滑的 破个口子 没事别管我了 我淡淡地回答道 却还是下意识地 用干净的臂膊轻轻推开他 原来我爱柳如烟 细致到我自己都不曾发掘的地步 只要柳如烟响 总归是能三言两语地哄好我的 这次也不例外 他细致地为我涂药 他满心欢喜的 戴上我为他准备的钻石项链 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 最后 他一脸愧疚痛苦地道歉 对不起阿达 你是知道我脾气的 我平时工作够忙的了 但我跟你保证 以后会早点回家 好吧 好不好 别再闹了 我寂寞地垂下了眼眸 不明白我究竟闹什么了 难道我忍让的还不够多吗 但在抬眸 我却一如既往乖巧地点点头 纵然眼底是万般不甘的波涛汹涌 但若是挑明 怕是连面上的这点繁荣平静也要没有了 就这么装容作哑地过下去吧 只要他还愿意回家 只要我 还能以丈夫的身份去爱他 一切就还好说 晚上睡觉时 我轻轻还住如烟 他小小 一直似有感应般缩在我怀中 平稳清浅地呼吸 睡得很安稳 他是我一整个青春的盛大暗恋 亦是我唯一的家人了 我舍不得 我负在他身边 无声地流泪哀求 如烟 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他不是个好人 我会带你好 我不想要什么一家的财产 我想要的 从来都只是你 他醋眉 在睡梦里无意识地喃喃 脱口而出的却是 阿诚 阿诚 别走 四个字正中我的眉心 十年了 他还是忘不掉 那我呢 我究竟算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我为他煮了暖味的南瓜小米粥 烤了他爱吃的抹茶饼 在食物的香气中 我换下沾了味道的衣服 准备去叫醒他 却听见如烟在打电话 想我了吗 害怕 我不信 那你想去哪里 不行了 今天算了 你都不知道 昨晚他有多生气 不就是忘了结婚纪念日吗 搞不懂他 怎么气成那个样子 嗯好 最爱你了 我得先挂了 他可能要来叫我去吃早饭了 如烟讲这通电话的语气 是对我都不曾有过的温柔亲切 我站在门外好久好久 缓不过心里的凉意 打开门 我压抑住所有的脾气 轻轻问他 在跟谁打电话 柳如烟眉头不耐烦地宁紧了 就连口吻都沾染上隐隐约约的怒气 你又在瞎猜什么 别没事找事了 我饿了 今早吃什么 他自顾自地下床去 把我当空气一般晾在一旁 我再也忍不住 一把从背后抱住他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难过 别这样对我好吗 我爱你 从17岁到现在 为什么偏偏要跟他搅和在一起 柳如烟猛的一正 神情复杂地看向我 最后 他轻轻出了出我的下巴 转身投进我的怀抱 达菲所问地说 阿达 你身上好香 他吞去身上屁的外套 轻易地搂住我 星星点点地吻让我晕头转向 好像这样 就能证明他是爱我的 但我想要的 从来都是他的一颗真心 我推开他 为他披上我的毛绒大衣 天气冷 别感冒了 我无法接受心爱的人 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信任危机 说起来 这也是我爱柳如烟的第十个年头了 总觉着 哪怕是块石头 也该污热了吧 高二那年 自他被分进我们班的第一眼起 我就默默喜欢上了他 但偏偏一腾成 我同父一母的弟弟 也和我一个班 他喜欢一腾成 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 也难怪 那时的我 因为家庭破碎的缘故 力气很重 有名的叛逆笑霸 而一腾成 则是标准的乖学生 温柔阳光的学长形象 是许多女生的暗恋对象 但被地理 他总是挑衅我 你妈病死了 死得好啊 你也趁早滚蛋吧 看看这个家 哪还有你的位置 他那样恶毒地辱骂我去世的母亲 我唯有抱之以拳头 每次他不还手 只是告诉老师 让老师找我父亲来 父亲说 看看你这不三不四的样子 哪有你弟弟半分懂事 你嫉妒他是不是 太令我失望了 继母则是最会扮猪吃老虎的 总是虚情假意地劝阻说 快别说小达了 他母亲刚去世 孩子心里难受 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阿诚他会理解的 一腾成只说对了一件事 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无人信我 百口莫辩 只有柳如烟在我回来后 递给我一个橙子 关切地问了句 这是我老家带回的橙子 尝尝 你脸色不太好 一同学你不舒服吗 那一刻就注定 我的心从今往后 只会追随他那一抹歉影 虽然那是他给全班 都分发的特产 在我这里 却是独一无二的田 他成了我的白月光 朱砂质 为了他 我渐渐学会收敛 如烟喜欢千千君子 我就学着像一腾成那样 以安静温和的面貌待人接物 如烟喜欢出众学霸 我就挑灯夜读 成为比一腾成成绩 还要优异地学霸 他喜欢什么物件 我就送什么东西 他喜欢什么人 我就学着成为什么样子 但最后 他究竟在对着我 望着谁 我终是忍不住 趁他睡着时 用他的指纹解锁了手机 尽管我心里有准备 却还是在看到 他和一腾成的聊天记录 那一刹那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发给一腾成一根厌韵棒 问他 怎么办 厌韵棒上是 赫然入目的两道鲜红 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眼睛 一腾成发来两个字 谁的 柳如烟的回应 带上了几分怒气 别装傻了 除了你还能是谁呢 我可不想 跟他有孩子 我的心 在看到这条聊天记录的一刹那 风化破碎 一直以来 我体谅女孩 认身分娩的不易 结婚时就跟如烟沉默 没关系 你的身体你来做主 有孩子自然是好的 但倘若没有 这辈子能和你在一起 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但原来如烟 他不是不想要孩子 只是不想要我的孩子 哈哈 原来是这样啊 我已在床头 又哭又笑 为我这十年的错付的真心 十年荒芜 一身空总 到最后 依旧无人爱我 我什么都给了如烟 公司 车子 房子 还有我全心全意的爱 我从来没有要求回报什么 无妨他爱我淡薄 但求他爱我长久 只是没想到 就连最起码的 他也可以辜负得一干二净 我还是为他做好了一顿早餐 十年养成的习惯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 再说 他怀着孕 需要规律营养的三餐 我打算在餐桌上跟他提离婚 他却笑着在餐桌上跟我提未来 阿达 这几天 你脸色都不太好 前两天是我脾气太冲 我错了好不好 今天我请客 一起去外面逛逛吧 我还订了下个月非普及岛的票 我们好久没度假了 他黑亮的眼睛盯着我笑 用又软 又甜的吊子撒娇 给我加了一个烧卖味道嘴边 难得的艳阳天 难得的爱人 以娇憨可爱的模样撒娇 如果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此刻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眼下 我却觉得格外悲伤 难过到忍不住在卫生间吐的昏天黑地 把所有压抑尘封的情绪 都忍成下一波更为汹涌的反胃 我不明白 他究竟是怎么能快速调整两张面孔 来面对家里的丈夫 和外边的情人的 他不是不爱 而是想要的太多 我于他而言 不过是个好脾气的一腾成替身而已 柳如烟冲进来 脸色刷就变了 扶下身去拍我的背 阿达你怎么了 哪里难受 我却厌恶地推开他 积压已久的情绪 一旦开始宣泄便很难止住 他愕然 因为从来没有被我如此冷呆过 许久 他才从齿缝里挤出一句尖酸刻薄的话 你以为我想管你 吐得到处都是 真的很恶心 他就是如此报复我的 从来都是 那我们离婚吧 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了 随意地仿若一场普通的谈话 只有我知道 自己的心已经破碎得再也拼不起来 柳如烟呆住了 他恍惚地下意识摇摇头 容起清秀地没问我 阿达 你说什么呢 别开这种玩笑啊 我话中了还不行吗 嗯 别生气 我还不是关心则乱吗 他哽咽着 扑上来想要拥抱我 也许这些日子 他也同样心虚慌乱吧 毕竟他也知道 不终是爱情里最难以被宽恕地过错 我又一次推开了他 字字气血 一字一顿道 太 晚 明明 明明你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回头的 为什么偏偏去爱他 为什么 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 他无言以对 只有充满痛楚的泪水 在他脸上横流 以及他语无伦次的道歉 对不起阿达 我错了 我知道 自己做了很多伤害你的错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不会了 求你了 求你别离开我 如果再看他一眼 我都怕自己会忍不住心软 而恰逢此时 门铃很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来者是一腾成 多好笑 十几年前 一腾成的母亲 也是这样登堂入室 弃走了我的母亲 如今 一腾成又要顾忌重施 这辈子 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 被迫面对家庭的破碎 可说到底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腾成穿着一身黑西装 脸上戴着薄薄的金丝眼镜 一副阴郁的斯文败类模样 他露出胜利者的笑容 就像是故意恶心我那样 用亲切的语气说话 哥哥 好久不见 你想我吗 我的厌恶毫不掩饰 就那么恶狠狠地盯着他说 别那么叫我 你让我感到恶心 他似是没听到一般 大摇大摆地走进房子 好像这是他的地盘 柳如烟未干的泪痕 还将在脸上 脸色愈发苍白 他赶忙去拉一腾成 紧紧攥着他的胳膊哀求道 你来做什么 快别添乱了 走啊 怎么 我来搁个嫂子的家 还要挑日子不成 再说 整个一家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还有哪里是我不能去的 一腾成的语气 是不可一世的狂傲 随手甩开如烟阻拦的手 力气是那么暴虐 毫无防备的柳如烟 当场狠狠一摔 疼得肠撕了一口冷气 我条件反射地冲上去 就要去扶他 这辈子 我最见不得身边人受伤难过 以前我母亲被欺负的时候 我还太小 没有能力保护他 现在 我又怎能眼见挚爱悲伤 柳如烟却同样甩开了我的手 即使故作坚强地自己勉强站起来 孤傲的他 也不会承认这点尴尬和委屈 至于伊藤诚 冷眼旁观 寸步为依 看得我心头火起 多残酷的事实 我捧在手心里 珍藏了半生的珍宝 到别人那里 怎么就变得廉价卑微烂尽尘埃里 更窒息的疼痛事 哪怕他是人渣 他也要义无反顾地抛弃我转身奔赴 我一拳 就打在伊藤诚脸上 你他妈的王八蛋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你难道不知道 他怀孕了吗 伊藤诚用舌头顶了顶被打的脸颊一侧 随即喷出一口带血的口水 下一秒 他冷冷地质问柳如烟 不是叫你打掉吗 怎么还没处理掉 柳如烟听到这样 无情的话 如遭雷击 泪水止不住地流 可是对于伊藤诚 他卑微到了骨子里 当真是连火都不舍地冲他发 到最后 他也只是啜泣 哀求 推荡伊藤诚 小心翼翼地商量 阿诚你走好不好 不要再为难我了 只要你现在离开 我 我会去打掉这个孩子 他又看向我 眼睛里擒着满满的泪花 阿达 对不起 我真的没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如今这般地步 我的心毫无防备的一通 但伊藤诚 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流氓口吻 看到了吗 伊博达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在高傲什么 凡是我看上的东西 你终归是留不住的 无论是爸爸 一家 钱 还是爱 你终究一无所有 我被他彻底激怒 连声音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当第三者你觉得很光荣吗 你简直是无耻 他反而大笑出声 哈哈 你真好笑 不被爱的那个 才是第三者啊 哥 我浑身气得要炸开 记不清是怎么就扑上去揍他压的了 总之全都没停过 血 到处都是伊藤诚的血 论打架 他可差远了 只知道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一个劲的抱头求饶 阿达 求你别打了 柳如烟生死力竭地喊我的名字 我停下手 转身去望他 我看见他哭得浑身颤抖 真的好想去抱抱他 直到下一秒 我被他狠狠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呆住了 手臂还呈拥抱的姿态 只有脸颊的鱼痛在告诉我 自己就是个笑话 柳如烟在一旁抱着伊藤诚痛哭流涕 他一边为他轻柔地开去脸上的血污 一边安慰着 阿诚没事了 疼不疼 你受苦了 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 我大睁着眼 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心痛到无法呼吸 许久 我才攒够了起身的力气 亮亮呛呛地朝外走去 一直走到室外 漫无目的 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我没有家了 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 也就是片刻失神的功夫 一辆闯红灯的轿车 却静止冲向我 碰 眼前一黑 一切尽归于平静 再醒过来 我已经待在充满 消毒水味的病房内了 柳如烟就坐在我的床边 惶恐又惊喜地试探道 阿达 你总算醒了 你 你都昏迷十天了 我真的要被吓死了 我却忍着全身骨折的疼痛 硬是偏过头不去看他 从他毫不留情地 扇我那一耳光起 我就知道 我们完了 但我赶不走他 他日日都来陪床 给我带来一束鲜花 即使我不理他 他也对我展现出 比鲜花更加明媚的笑颜 就好像 我从前为他做的那样 说来可笑 我们就像是两条 不会重合的平行线 阿姨都从来错位 又是一天 他在用温水细致地 为我擦脸 我再也压不住 满腹的委屈 倒没来由地 生出一股子辛辣讽刺来 以后你别来了 看你挺忙的 照顾完这个 又要忙着照顾那个 久了怕是连自己都不清楚 心到底在哪一边了 他抿唇 低下头 只是更加仔细地为我擦洗 我的心骤然紧缩地疼痛 握住柳如烟的手 很认真地看着他 何必呢 你原先那么优秀骄傲 为什么偏要固执地 在两段扭曲的感情中 害人害己 卢烟 我们 离婚吧 我给你自由 从今往后 你想和谁在一起 都和我无关了 他空洞的眼睛 终于有了反应 他抱住我 猝不及防地把唇贴上来 留下一个缠绵的吻 再起身 他眼中饮满泪水 敬得他甜美的脸 有几分疲惫苦涩 我舍不得你 阿达 不离婚好不好 那么久都忍不来了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 都不行吗 我震惊了 惨笑出声 我忍耐 是因为我爱你 不是因为我 活该被欺骗 被羞辱 我当着柳如烟的面 把无名纸上的戒指取下来 戴了五年不曾摘下 如今几乎是使出全身的力量 才把他剥离手指 戒指上的钻石 把手指滑破的鲜血淋漓 我泪流满面地对他喊 你知道我在被车撞的那一刻 在想什么吗 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跟伊藤诚发的那条讯息 你说 我只是有三分像他 却终究比不上他 柳如烟 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他苍白着脸颊 嘴唇吸动了几下 最终还是无法回应我 我红着眼眶 接着说 柳如烟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好骗啊 你明明知道 这辈子我最渴望有个家 却还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我 从前我只当你天性那脸一怒 以为你爱我 只是不懂得如何表达 我以为你不想要孩子 只是害怕身心上的落差感 我以为 只要我做得足够好 你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可原来呢 不是这样的 只是你所有的温柔和爱意 都留给别人了 我哽咽到再也说不下去 腿然躺在床上 用被子蒙住脑袋 柳如烟伸出手 颤抖着想要触碰我 但最终作罢 他只是 用手指拉住背脚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 茫然无措 又痛彻心扉的自白 对不起 阿达 除了对不起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我和你一样 只是割舍不掉年少不可得之人 我 我只是犯了每个人 都有可能犯的错而已 我承认 我是喜欢伊藤诚 每次见到他 我都能感受到年少时的那种悸动 但他和爱是不一样的 说到底 生活里能走到最后的 还得是合适的人 阿达 至少我们是合适的不是吗 只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子还是能和和美美地过下去的 我发誓 以后会把心思多放在我们的小家上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我闭上眼睛 不想再去听他狡辩 恶心 真的是好恶心的说辞 柳如烟讨了个没劝 灰溜溜的走了 在漫长的死记中 我开始看我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从开始翻到最后 密密麻麻都是我们的回忆 快出来吧 在公司门口了 老公带你 去吃海鲜大餐 好爷 亲亲阿达小哥哥 阿达 最亲爱的老公 帮我拿个快递再上来 我反手回了一个OK的图丝机表情包 但十分钟后 我发过去一整个推车的图片 佩文道 你也没说有这么多啊 好嘞 你要怎么奖励我 嘿嘿 你快回来 就知道奖励是什么了 原来那个时候 柳如烟会对我撒娇 也会炙热地表达他的爱意啊 看着这些过去的美好 我又哭又笑 越往后看 越像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满屏都是绿色的自说自话 他回复得越来越敷衍 晚回家的借口 越来越频繁和离谱 哦 好 你自己吃点吧 又要晚到家 别等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自一腾成留学归国后吧 郑主都回来了 替身自然没什么意思了 从始至终 走不出来的 真的只有我一个而已 大概在柳如烟走后的第四个小时 我看完了我们所有的过往 随后颤抖着暗下 清空所有聊天记录 清空相册 如果 回忆也能如此简单的一件清楚就好了 我侧过身闭上眼 但依旧没能挡住眼角那道泪痕的流淌 半夜时分 我发起了高烧 浮在床上 冷汗阴透了我的前胸后背 身上疼得像是有数万根肩针一起刺入 这场车祸的严重数后反应 这时才迟钝 而汹涌地扑来 最痛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但还是恍恍惚惚的自己咬牙挺着 毕竟从小到大都这样过来了 没人管没人爱的野孩子 在外被打被骂 也只能自己受着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柳如烟穿着高中校服 砸着高刀的马尾 充满善意地递过来一个橙子 他问我 易同学你脸色不太好 不舒服吗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我终于有一个家了 柳如烟说 希望我多顾家 不喜欢我每天工作 我就把自己创业公司的所有股份 都给了他 自己挂了个K7级别的闲职 每天早早回家 做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 对我而言 没什么是比家庭更难能可贵的了 我深深眷恋着 过往中的每一个甜蜜的瞬间 某天一个温暖天静的午后 我们依偎在沙发上看电影 他突然给予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和一个缠绵柔软的吻 他说 这部电影好悲伤 太可怜了 男女主深爱着 最后要被迫分离 阿达 你可不要离开我啊 我当时还笑话他 想什么呢傻瓜 我才不会离开你呢 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 不 就连一辈子都太短 我要生生世世 只要一想起柳如烟 世界都在明亮的光月里倒退 他是我世界里的唯一主角 曾经以为有爱 什么都可以让步 包括时间都变得不堪一击 可只是五年啊 有个词怎么说来着 情深不受 我还真恨不得 现在立刻就能死去 总也好过 就拖着这么一身 愈演愈烈的伤病 在孤零零的病房中 疼到再也无法承受 迷迷糊糊中 阿达 阿达我求你看看我 你睁开眼睛啊 错了 都是我的错 我会和他断干净 这辈子我有你一个就够了 是我贪心 是我辜负了你 我很艰难地抬起毛 想确认耳畔听到的是否是幻觉 却看见柳如烟跪在地上 拉着我的手 哭成个泪人 后来我才知道 这次 我真的离死神就差一点点 连医生都说 我能死里逃生 就是个奇迹 柳如烟气到浑身 忍不住颤抖的质问医生 原先阿达都脱离危险 转入普通病房了 怎么会突然严重成这个样子 一众医生汗言 院长亲自出来 弯腰赔礼道歉 昨夜 有人装扮成医生 前进了病患的房内 把挂输的药品 换成了有致命成分的未知液体 所以 事态才会演变成这样 是我们院方的失职 我们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了 柳小姐 一先生 我代表院方 向你们致以最诚致的歉意 真的对不起 我脑袋很沉很沉 直隐约弄懂了一件事 有人要杀我 我每天两点一线的上班回家 和谁都是泛泛之交 有什么深仇大恨 会让人这么费尽周章 潜入医院要弄死我呢 如果不是昨天疼的手脚乱踢 挣脱了树叶针 恐怕我现在早已经不在世上了 想不明白 头好痛 柳如烟脸色大变 他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 无力地跌坐到地上 嘴里不住的喃喃 不 不可能的 再怎么样 他也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啊 连医生 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 都忍不住生疑 柳小姐 难不成您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 如果有把握 还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和警方啊 柳如烟又惊又惧地望着我 但只是虚愈于 他便强行恢复了镇定 他垂下眸 与其频频地回答说 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阿达现在需要休息 还请大家暂且离开吧 医生走后 他也仍是一言不发 默默地削着苹果 我忍着五脏六腑 被撕裂一般的痛苦 从牙齿间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你知道的 是 是 医腾成吗 他挣住了 手里一顿 原本顺滑连贯的 苹果皮下被削断 从他手中脱落 他连看都不敢看我 急匆匆地站起身 就要去找医生 嘴里还喊着 医生 医生 这里需要止痛和镇定 他这是想 用止痛和镇静剂 让我睡着 怕我猜出真相吗 柳如烟 我大声呼喊着他 狠狠一颗 净咳出一口鲜血 无力地从床上跌下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没什么的 疼久了也就习惯了 连心意都是如此 一颗真心被伤久了 也都麻木冷漠 我一说话 就从喉间涌上一股心甜的血水 纵使很疼 就算是鲜血淋漓我也要说 把这当作最后一次 跟柳如烟对话一样 无不痛心 无不失望地对他说 你还是要 帮他隐瞒吗 还是想维护他 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算了 说完最后两个字 我闭上眼躺在地上 好累 我把他当成是世上 最后一个家人那样 珍惜呵护 到最后 他要站在伊藤城那边 算了吧 由他去 反正我这一生 原本就不值得 柳如烟再也不能装作若无其事 他扑到我身边嚎啕大哭 他手上 身上沾满了我的血 急得想马上跑出去找医生 我也不知道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愣是扯着他的手不让他走 别走 再陪我最后一程 我释怀地笑了 所未有的轻松 语气轻飘到 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果然还是爱他 如果是伊藤城想要杀我 那你就帮他吧 只要过一会儿 再过一会儿 我就可以不用再痛苦了 你也不用担心我 会去举报伊藤城了 没人会知道的 柳如烟全身站立 哭得不能自已 不是这样的 阿达 你相信我 我从来都没有 想让你死 我已经做出选择了 前天我去找伊藤城提出了分手 车祸是他做的 但我原先是真的不知情 我也没想到 他会丧心病狂到 追杀到医院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想你再受伤害 也不忍心他去坐牢 才会隐瞒一切 阿达 等你好了 我们离开这座城市 一起去其他地方生活好吗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好不好 我保证 从今以后 我的心真的只有你一个了 我失望至极的闭上眼 对柳如烟所有的爱意 在这一刻彻底终结 烟消云散 原来他知道 车祸是伊藤城派人制造的 他也明白 这次投毒是伊藤城干的 但他偏偏 帮他隐瞒了所有罪行 最后还说什么选择了我 要一心一意地跟我生活 太荒唐了 这就是我死心塌地爱了十年 掏心掏肺对待的爱人吗 简直是 痛不欲生 我的音量猛地拔高 浩金最后一丝 心力地问他 如果我真的被他害死了呢 你也会这么无所谓吗 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泪水从眼眶里滚滚而下 他说 如果那样的话 我不会放过他 说完 他用力推开我 扯住他的手 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奔出病房 寻求帮助 我却决出了 远胜过以前每一次的凄凉讽刺 这样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 未免也太不可信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最后真的选择向警方提交了 一腾成对我的犯罪证据 原来一腾成相信柳如烟爱他的决心 觉得他肯定会坚定地站在他那边 所以 在我车祸后跟他谈起话来 也是百无禁忌 一切都被柳如烟用录音笔录了下来 没办法 我挪用公司资产赌博输了 老爹对我很失望 已经动了 把财产继承权 交给一博达那个狗崽子的心思了 我要是不心狠一点 最后倒霉的就是我自己了 就是说 车祸的事 真的是你派人做的 柳如烟在录音中的语气听上去 确实像是第一次知道的震惊和悲伤 怎么 别告诉我 你真对一博达那小子 动了什么心思 如烟 你别忘了 他只是和我长得有几分相似 但从高中时代开始 你真正爱的人是我啊 我派你接近一博达 让你跟他在一起 不就是让你帮我监督好他 提防着他回一家抢财产吗 这次真是可惜了 那小子命真硬 这都没死成 便宜他了 柳如烟哭了 他拼命哀求伊藤诚道 阿诚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为了自己的私利 这么不择手段 我求你放过一博达吧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他是真的一心要过好自己的日子 彻底和一家断绝关系 这次等他养好伤 我就和他走得远远的 再也不会妨碍你 伊藤诚惊了 从来没有料想 柳如烟会动了离开他的心思 如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很坚定地告诉他 十年了 我终于看清你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也没有珍惜过我 更没有想娶我 你总说 让我在伊博达身边忍一忍 等你继承一家财产的事 尘埃落定后 你会给我个名分 可是我告诉你 伊博达他 真的没叫我忍耐过什么 他爱我 尊重我 呵护我 原先我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变心 所以动辄对他促鲁蛮横 可他依旧待我温柔 你不就仗着我爱你 爱了整整十年吗 可你变了 你变得面目可憎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现在我爱的只有一博达 我会把你的孩子打掉 和他在一起 你放心 这次车祸的事 我帮你隐瞒 但我警告你 没有下次了 如果你胆敢再伤害阿达一次 我绝不姑息 面对这份铁证如山的证据 和柳如烟出庭作证的加持下 伊藤城被判故意伤害罪 入狱十年 康复出院那天 柳如烟手捧着一束鲜花迎接我 我却很直白地拒绝了他递过来的花束 谢谢你最后出庭作证 但除此之外 我们之间 就这样吧 他苍白着脸望着我 眼神痛苦 欲言又止地呼唤我的名字 阿达 我不无冷淡地说 以后请别再这么叫我了 我们都需要向前看 阿达你听我讲 以前我太傻 不懂得珍惜你的好 但我 我现在是真的想明白了 我想要的 所爱的从来都只是你 阿达求求你 求你不要对我这么绝情 他上前一步 就要拉住我的手 仿佛要肃进中长 长痛不如短痛 我瞬间把手抽开 只留下一句 下午四点 民政局不见不散 我转身离开 只听见花束 颓然落地的声音 和他绝望的哭泣 可这一次 我没有回头去忘 全文完